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院舉證 那我們非常榮幸 我旁邊這邊是歐老師 真的是非常榮幸 能夠有這麼近的距離 跟歐老師在一起做節目 經過上一次直播以後 這個反應普遍良好 那麼我們現在也請歐老師自己 介紹一下自己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開始談論一下 利用這個直播的時間談一談 大家好 我是歐貴之 我也非常榮幸 有機會再跟歐老師繼續來聊聊 跟教育有關的問題 從歐老師的話裡面 我覺得自己都受到很多啟發 希望跟大家一起向歐老師學習 謝謝歐老師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直播本身來講的話 是暢所欲言 沒有任何的限制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是老師 而且非常重要 就是說她是最好的北女 這個坦白講 這個學校 因為我也不敢當 但是我是台大老師 所以說北韻裡很多人就自動到台大 對大家構成一種好奇 就是說這個學校為什麼會分好壞 這個好呢是學校好 是學校分好壞呢 還是老師分好壞呢 還是學生分好壞 其實我們原則上來講的話 談教育都會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也準備了幾個題目 我跟歐老師在這邊講一講 好不好 這個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個題目的話呢 就是我跟歐老師一起討論結果的話 我會發覺說我們學生上課的精神 我們在台大這個學生上課 這個精神就坦白講 這個我的學生可能會罵我 但精神上就不太好 所以我每次上課只有一個要求 基本上的話就是你來不來我都不管 但是關鍵就是說你來了不能講話 你可以吃飯你可以睡覺 但你不可以講話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的時候覺得上課是一個氣氛 是 沒錯 對不對 上課是一個氣氛 你可以了解我這種心情嗎 我完全理解 我完全理解 像你們在高中生的時候呢 上課呢他有可能做自己的事啊 看自己的手機 這個你沒辦法管嘛 但是他一講話的時候交頭接人 沒錯 你就會覺得好像 因為我常聽他講說 一個廚房只能容下一個人啊 是 尤其是人家講說 廚房只能容下一個女人啊 那兩個人一起做菜的話 我們現在必要有性別客戴一下 好 我跟你講我在家經常做飯 我常常跟我太太講 這個廚房要不然就我做 要不然就你做 我們的觀念是在這裡 就是個人 所以人的那個概念當中的話呢 這個廚房裡頭像教室一樣 講話就有老師嘛 對不對 那歐老師準備了一個題目 就是有關於第一堂課 八點鐘開始 是 那上課的氣氛不太好 因為我們在台大第一堂課也是八點 是 就是八點十分到九點鐘 然後九點十分 然後九點十分上到十點鐘之後 休息二十分鐘 就是十點二十開始上課 所以我現在的話呢 禮拜二我是從九點上到十點 就很麻煩 就從九點十分上到十點十分 然後我這個十二點的時候呢 早幾分鐘下課 那歐老師對於這一點的話 你們高中是有這個問題嗎 不是強迫要上課的嗎 一樣 那我們高中上課 我們學校第一節課是八點零五分 可是現在我們的法令又規定的說 學生到校遲到的時間也是八點零五分 這樣子啊 對 那所以學生遲到的狀況比以前嚴重 學生的遲到狀況 學生 那你們不是要登記嗎 登記學生遲到嗎 登記 但是法令非常寬鬆 他們學校的校規規定 遲到十次以內其實是不處罰的 那所以學生就遲到的很嚴重 那還得了 一學期就自動遲到十次嘛 不遲白不遲 對 不遲白不遲 就是這個概念 那都不得了 這是美女啊 對 有的可能 父母可能管教的比較嚴的 早上會叫起床的 或是父母親自接送到學校來的 她準時來了 可是她到學校就是趴著 繼續睡 所以像您說的 上課我們其實基本上 學生上課睡覺 或是她滑手機 或是上國文課看數學 背英文 我基本上都不管了 因為沒法管 因為很多 維持秩序就要不要再好 一直管 你就一直打斷你上課的節奏 像你說的 上課是一個情境 如今我講一首詩 結果講到一半 那個誰誰誰 你起來不要再去睡覺 那個誰誰誰 你不要一直滑手機 你就一直打斷自己的情緒 那那個情境的營造 就沒有辦法成功 那導致這些想聽的同學 他們也很受干擾 是的 那所以你上課情緒也受干擾 所以基本上真的 我們就不能管 我們的教學現場就是不能管 更不要說你剛剛說吃東西 這件事情 我們嚴重到早上第四節 下午的 早上第四節 早上第四節或是第三節 你都快到中午了 早上第四節 下午的第一節跟第二節 永遠有學生在吃飯 永遠有學生在吃飯 不是太餓就是吃撐了 那他們有的是說 非常有意思 學生有禮貌的就會先問你 說老師我等一下吃飯可不可以 我以前是都說不可以 可是我現在都通融就說好 你們吃 你們只要有報備 一生就吃 那我很好奇 以前我讀高中的時候 還有早自習 現在恐怕早自習恐怕 早自習現在是不合法的事情 不可以 早自習現在不合法 對 因為早自習都是拿來考試 那現在就是說 那學生如果起不來 他就沒有考到 那分數怎麼算 就沒法公平 所以現在我們的法令 規定是不可以有早自習 你這樣講的話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就想起我以前 讀高中的時候 我坦白跟你講 我就不是一個 非常非常勤奮的人了 那時候我媽媽 或是我爸爸 為了讓我變得勤奮 就七到八到八 我送到一個全校住校的學校 我是讀辭休畢業的 我們全校大部分人 小孩子 我記得第一天 我睡在學校都哭了 想家了你知道嗎 不容易 但是我這個 因為這個高中就住校的關係 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性 獨立的個性 而且那個時候的話 我現在很好奇地問一下 我那時候讀高中的時候 我用功的唯一理由 就是要考上大學 那現在學生也是 就我們學校來講 現在台灣的學生 是考上大學不成問題 可是上什麼大學 那我們學校的學生 都是台大第一志願嘛 有網友在問說 為什麼午餐沒時間 沒吃飯呢 因為 這我真的搞得清楚 大陸的朋友你們不知道 你看院活動 都在中午集合討論運作 然後學校要集合幹部交代事情 也在中午 那有老師 如果要個別指導學生 也在中午 那學生中午 根本沒有時間吃飯 所以你不讓他第四節吃 你不讓他下午第一節吃 他就要餓肚子餓很久 其實也不忍心 所以只好讓他吃 我們如果有很多的觀眾 不了解這個情況 如果說一下 現在就是說在台灣的學校 尤其是高中 他們為了要能夠達到 多元教學的效果 就是把正常的課程 盡量壓縮 幹什麼呢 要讓他們做社團活動 這個社團真的是包羅萬象 有的時候我真的嚇了一跳 高中生參與的社團 有各式各樣的 甚至要離開校園的是不是 他們有一個課叫做踏查 實地踏查 對對對 好像一學就幾次這樣 公民也有 地理也有 歷史也有 所以公民課 歷史課 地理課都縮減了 然後多出來的時間 去做所謂的實地踏查 還有他們自己搞的社團 有各式各樣的 沒錯 我就是覺得說 這個高中生就很忙 有人問現在高中生有第八節嗎 第八節這件事情 現在在我們學校是必須要 學生同意我們才可以開第八節 他如果不同意我們 第八節其實基本上是不合法的 聽了 第八節的話就是講不合法 因為我們現在的 在台灣地區的高中教育 完全是走向於多元教學 然後的話盡可能以學生為主 老師為輔 學校的話反而還是滿重要 因為歐老師的這個學校 這個北域女中可以說是全台灣 這個佔據的最核心的位置 我的印象當中就是我們那個 舊日本時代的那個大關的首府 跟那個介壽公園的正中間 以前我們看到那個北域女中的位置 都會覺得說 聽說你們學校的高樓 再高一點的話 都可以看到那個領導人辦公室的那種 所以我們學校的建築物是有限制高度的 對 不可以超過六層樓 是這樣的 然後妙的是我們現在我們的辦公室在四樓 我們那一棟最高就是六層 然後所以我們四樓的辦公室 朝向總統府那個方向的窗戶是不可以全開的 只可以半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把窗戶全開 對 我瞭解 我瞭解 因為大家如果不知道北域女在哪的話 其實我覺得北域女是一個景點 應該來參觀一下 就是說在戒嚴時期有個學校 居然離這個最核心的房舍這麼重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一下看到好幾個古蹟 北域女本身就是個古蹟了 是 我們校園裡面有一棟樓叫光復樓 那一棟光復樓已經快要100年了 那我們今年才剛剛整修完畢 它是日據時代就改的 所以現在就是在台灣這已經快100年 就一定是古蹟一定得好好的 我順便在這邊跟大家提一件大事 現在是2024年 因為台大是1928年就是台北帝國大學 所以我們馬上有百年校慶 就已經有一連串的活動 所以你能慶祝什麼呢 我們要慶祝的話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比較不參與這種事情 到那個時候我可能都退休了也不一定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在台灣這邊確實是在辦教育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改變 跟我們以前的認知就不太一樣 那台灣的教育的話 比起來我上次不久到了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今次大學上 老早就超過100年了 不過這個學校的傳統當中 我必須講一句坦白話 我們這個教育 這個多元教學的改革各方面 因為這個教育構成兩岸之間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是 沒錯 我老師知道這個情況嗎 大致上知道嗎 大致上可以知道 可是細節沒有那麼清楚 我稍微在這邊強調一下 這個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 其實在本質上是很不一樣的 高中教育的話它是叫做基本學歷 基本學歷教學 所以才有教課書才規定什麼的 我們大學的話 基本上是批判理性 就是你到了大學就沒有教課書了 老師的話就平張嘴 那當然有的科目是學了數理化這些科目 就不能夠瞎講 但我們這個哲學科 歷史科可能可以要看它的口菜 我們哲學科基本上的話 就算是每場上課對我來講 都是個演講比賽 所以我這個演講比賽 您要完全學養非常豐富才有 不再學養豐富 長場演講 而且要妙語如書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你講 就是我自己的策略 有的時候大家慢慢可以了解到 就是說我們上課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學生講話 你知道為什麼不讓學生講話 我跟你講 因為學生都搞錯 學生都以為我們很有愛心 很喜歡上課 我看歐老師是看我的眼神就充滿了愛心 但我對學生上課 都沒有什麼愛心感覺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時間 趕快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掉 所以我每次講課都非常認真 你可以偶爾錄影 我有很多的 我看過 很多錄影課 我上課基本上的話 都像機筒一樣 我看過院老師的錄影課 我覺得非常精彩 不是 因為我就要忘掉時間 所以讓我時間感覺上過得比較快 那產生這種效果 我唯一喜歡的就是有碰到一些 調皮搗蛋天生反骨的學生跟我辯論 因為他一跟我辯論的時候 哎呀 聲音一換 時間又過 尤其是女生一挑戰我的話 黃鷹出谷 鹿燕歸草 聲音完全不一樣 那時間過得非常快 大陸的教育很嚴格 但是它本身來講 它沒什麼變動的 因為大陸這邊不以學生為主 我因為得到的話 因為我在台大 我當過每一次大陸學生在台大 找人來演講 都大概都是我嘛 因為他們什麼各地的同學會 要稍微審核一下 那到我就不用審核嘛 方便一點 當然到了每一女 萬一有陸生的話 你也是不用審核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才發覺說大陸的學生 他們特別特別重視基本學歷 連大學都這樣子 連大學上課本身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靠譜的 有章有法的 所以這種做法 教育比較嚴格了 這也是我們在將來的話的這個 你們現在唯一女有沒有陸生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在台大上課陸生 一定有 一定有 前排 成績好 考試成績高好 來台灣的陸生都是成績好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禮拜一到禮拜五好好上課 禮拜六禮拜天騎摩車環島 回來以後又是第一名 這真的這個有差別 我們都不好意思把話講得太明白 真的是你要想明白的話 我們可以專門拍一個直播 好 那我們這個講的不少 我們再來講下面一個 歐老師準備題目 歐老師準備題目非常好 我們來聊聊網紅好不好 是 因為我們現在兩個人都快變成網紅了 是是是 歐老師是天生的網紅 不敢當為什麼 真的話來就是官二爺前的馬桶 為什麼呢 我在這邊我做這個主事人 其實是配合歐老師的 不敢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要靠悅老師提升我 我跟你講 歐老師的網紅 給我感覺 歐老師我一看到你 我就覺得看到老師一樣 標準的老師長相 像我一看 就看到計程車司機接送你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您真是太會說笑了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裡面確實是有一個 很明顯的差別 歐老師涵養豐富 這個沒話講 你那天講話講到顧炎武 廉恥 講到范仲淹 什麼黃賀樓基 講到這個詞的時候 大家都比賽在惡捕 你知道嗎 連那個裝糟糕都不例外 他講到黃賀樓基 人家多講幾句 表示學問 哇 那你這個不一樣 然後第二點的話 歐老師非常誠懇 膽子又大又直接 文言文正義女俠 這不是浪得虛名 我想其實很多國文老師 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只是大家沒有機會有麥克風 第三點口條非常好 那我有準備 我那天是有準備寫好稿子 就對著稿子念 我跟你講 這個歐老師太認真的 歐老師這個 連今天這種 跟著我這種場合 歐老師都帶著 哇 密密麻麻的 我有寫筆記 因為我覺得總是要 我自己會覺得 我準備一下我比較安心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講起來 因為我要講的重點是 網紅的文化 因為你的學生跟我的學生 都想幹網紅 這現在是年輕人的一個趨向 那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但是我覺得大家必須要思考 網紅是什麼意思 你在網路可以紅 也就是表示你在網路世界裡面 你獲得了很大量的擁戴跟支持 而這個擁戴支持 帶來的除了名聲之外 它其實可能到某一個程度 它就有利益的一個收入 所以說你得知於這個網路世界 也就是得知於社會 所以其實網紅 所有的網紅不分年齡層 不管你是哪一個領域的網紅 其實都要思考 你是有社會責任的 我跟你講 我這個網紅已經幹了三年多了 從這個疫情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覺說 疫情就不能夠去大陸的時候 就是說你直接就利用 我從B站開始 我這個是有心得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一個消息 網紅為了要讓自己紅 就不惜走這個灰色地帶 不惜就是剽竊別人的存果 然後甚至不惜的話 就是劃眾取寵 那麼這一些做法上來講的 我覺得 歐老師我想提到這個問題 是覺得說 它要禁止也很難 但是這個風氣也沒有辦法壓制 反正總而言之 我要想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擁有創意這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我要講的就是我覺得網路 它既然對社會影響這麼大 而且百分之七八十可能都是年輕人在看 所以網路世界你很難管 可是又不能不管 我其實覺得說 不論是哪一地的政府 其實對於網路一定要有設計 一套管理的法令出來 這個當然是從消極面來講 因為你法令其實網路變化太快了 法令都是在後面跟著跑 可是你有後續跟著法令的設計 比沒有要好 這個是一個 再來就是所有在網路上面 你要藉著網路你已經成名的人 那你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我覺得對於自己人品的要求 是要提升的 要能夠達到一定的水準 對 我覺得你要考慮到 我覺得又回到說 我們所謂的傳統的民族品德 你對自己的品德是要有要求的 那現在很糟的就是一些年輕的網紅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從小 家庭教育失掉了 然後再來學校教育 如果這一塊也沒有了 所以你看不管是大陸的網紅有造假的 台灣的網紅也有造假的 前一陣子那個要假拍自己說什麼 被詐騙集團什麼房價去柬埔寨的那個 柬埔寨什麼安吉什麼小吉的什麼東西 那個叫晚安小吉的 你看多招他最後在柬埔寨就被警方逮了 而且好像有判刑 能不能回來都不一定啊 對 那他怎麼會為了要衝流量 不惜造假 那也就是說難道在網路上面 你沒有辦法做到誠實嗎 那一般人網友 比方說像我們有很多網友提出問題 或講話或幹嘛 都基本上都是匿名的 那匿名就是讓大家覺得有一種安全感 所以因而有人就放肆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回到 要縱容說君子慎獨 每個人在網路世界上你就要自我要求 你在沒有人知道你是什麼人的狀況之下 你依然對自己的說話負責 那你知道網紅的那身為網紅的那個人 你難道不曉得你的行為舉止 對社會其實有引導作用 我稍微就是補充一點 就是君子固本本利而道生 你網紅的目的 我們之所以鼓勵網紅 因為年輕人都非常喜歡 這個網紅是一種 無心插柳 柳成英的結果 因為現在的話 因為實際上我必須坦白講 大陸的年輕人 我覺得沒有人不想當網紅的 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網紅的話帶來流量 流量帶來收入 帶來收入以後帶來更進一步的發展 但是我必須強調 我不曉得歐老師自己看不看 大陸的一些自媒體 像抖音 壞手這些東西 有看 有看 我希望這個 我提個人 是大陸現在的No.1的網紅 這個人的網紅 一個人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打敗這個 打敗這個 新東方的余米洪 叫董宇輝 我也聽說過 你聽說過 聽說是個很優秀的網紅 我沒看過 不得了 我跟你講 我認為唯一能夠打敗董宇輝的 就是我們歐老師 哎呀怎麼 我沒看過董宇輝的 在這邊 我們兩個強強聯手 我們要整對 我覺得董宇輝 他沒話講 我的年齡出以三 大概就他的年齡吧 出以二或三 沒話講 當過老師 這個人中英文雙開 然後他本身 而且又是來自於 這個陝西的鄉下 前一陣子還跟張玉謀 一起講這個陝西話 因為我也是北方人 我們也講話 感覺上非常有情感 我覺得他本身 就是顧及了做網紅的根本 根本他講的話各方面來講 就是說我認為他基本上的話 他絕對不屈炎覆勢 他絕對不會跟著潮流走 他本身的話 我可以看到 我覺得歐老師本身就是這種形象 就是歐老師現在的話 還需要慢慢一步一步的進入網路世界 但是他會發揮他的正能量 真的 我這不是捧你 我不是捧你 我其實真的希望所有在網路世界 尋求發展 不管是年輕人 還是像我們這樣有年紀的 我覺得大家既然要進入網路世界 都應該要想 我們要對網路世界 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要不然我們 其實是辜負了我們得來的名聲 我講一講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人 會鼓勵歐老師開這個頻道了 也可以做 我自己在整個摸索的過程當中 講出了三點心得 第一點心得 這個網路的世界 跟歐老師原來的想法 可能不太一樣 剛剛歐老師講說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這個可能不對了 因為早先一開始可能是年輕人 但大家都長大了 還有原來老的也想跟年輕人學 像我本身來講的話 我在網路的世界當中 學習得非常多 因為我後來的話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都用我的辦公室 我基本上搞的都是零成本 就是說好玩嘛 我本身也愛講話 也學著課都上不夠 不過癮 但是也不想多上 那怎麼辦呢 就利用這個時間 自己做一點節目 我做這個節目當中 我突然發覺 這個網路裡面 所傳遞出來的節目 它本身的話 是適合各個年齡層的 而且適合各個領域的 我上次不是跟你提到嗎 我們台大 也有一個姓歐的老師 是 歐雲堅老師 對 他也是在教紅樓夢 是不是 那個我覺得 他就找到他的定位點 這個定位點非常重要 每一個在網路做的老師 不分年齡都要找到定位點 我第二個定位點 我就會發覺 只有一個專長不夠 這個網路想要做自媒體 這個 歐老師也可以慢慢發覺 就是說你不希望你被定位 你不希望你就被定位成 文言文女俠 你這希望你是這個 這個英國文學女俠 或者法國文學女俠 什麼文學都女俠 這範圍越廣越好 你被逼的要去學習 是 沒錯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的確確的被逼學習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說呢 做網紅的心理素質要很堅強 這倒是 所以我剛說 君子勝讀嘛 對對對 你講的中庸那句話才對了 我跟你講 他並沒有像你想像中就說 好像哎呀 一下子 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的時候沒搞清楚 對於人家的意見 我在路上被罵過你知道嗎 是 我在路上被罵過 為什麼 他講說 你個難道老師的 你把包頭露面 你成何體統什麼什麼的 比我爸爸還老的人 是是是 很難過啊 是 就是說比如說 那我運氣好 沒有碰上 對 我跟你講 吳老師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跟你講 要做 要幹咱們這一行的 千萬不要聽別人意見 因為你除非你是很明顯的 出現了真的很明顯的問題 通常來講你就是 居安思維 零 就是說是 就是說是這個 反正做沒件事情 零聲吕博 是 小心你講話不要講過頭話 像我覺得你剛剛講得很好 真的廚房啊 性別問題啊 是 有一些敏感的區域啊 就是要學習啊 所以你專業要廣 然後內容要費工夫 然後本身的話呢 你不要太在乎一兩個人的意見 是 真的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 這裡你看 有一位網友說 人不治而不孕 不亦君死乎 就是這種狀態嘛 了解我最好 如果不了解我對我有誤解 有機會解釋當然就可以解釋 如果沒機會其實也能就算了 對啊 我跟你講 這裡頭當中啊 因為有的時候 你會體會出一些技巧的 這個技巧是因人而異的 是 像歐老師你這個本身大氣凌燃 正氣凌燃 真的真的 你有一股正氣 你們沒有像我這麼幸運的 坐在歐老師旁邊 真的有一股正氣 我就感覺到 在這邊我就變成小學生了 感覺上歐老師本身 他這個做事情 想法各方面的觀念 都非常正派 非常正派 療療你自己的學生當中 有沒有做網紅的啊 目前好像沒有發現 真的嗎 對對對 只是 對 沒有發現 只知道有人 好像畢業之後 拿他的什麼上課的筆記本 去賣錢 然後就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的課的筆記本 不是 他們就是成績好的同學 他拿他三年來的上課的筆記本 畢業之後他就在網路上面 公開販售就是說 因為他考上了第一志願嘛 說那個上第一志願的筆記本 長這樣子可以讓大家參考 他裡面可能因素理化各課都有 那他的那個筆記 這個市場反應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才大一 他就已經賺進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真的假的 是 那他雖然還沒有在 我不知道那個學生後來有沒有在網路開啟什麼事業 可是他顯然很懂得掌握自己的優勢 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 這是最近的事還是畢業很久的人 就是 你在北域你現在已經教了多久了 這兩年吧 我今年第15年了 第15年了 那這個學生是前兩年的學生 他不是我班上的 是別人班上的 但是我覺得說這個聰明的小孩 他非常知道怎麼樣子去賺取他人生需求的資源 那他就做到了 我這麼年輕的學生 然後這麼快幾乎就走上一個坦途 其實我又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會替他有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太順了 太順太順 因為一來他一定從小到大都第一名 成績又非常優秀 所以說我認為除了他本身的努力之外 父母給的基因非常好 父母給的栽培非常好 然後他自己也夠努力 所以三年下來才能夠累積一個非常好的筆記本 那這樣子才能夠銷售 他這樣銷售自己過去努力的紀錄 那我覺得這無不可 那只是說太容易 就是他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會覺得太容易成功 他就是我會擔心他沒有碰到什麼挫折 他的將來萬一碰到挫折 看壓力會不夠 你講真的太對 因為有句老話說什麼 少年得志大不幸 對人生大不幸 對那為什麼大不幸 就是他太順了 他一旦碰到 小事了了大未必加 一旦碰到挫折 無法面對 他會一下子潰不成軍 我覺得你講的這個問題 也是我們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對我覺得台大學生有同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這都是我擔心的 我這個真的是講到 因為我坦白講 因為我整個讀書的過程 我是 我現在算是不錯 但是我是先苦後乾的 我原來讀書的時候沒有任何成就感 沒有成就感 我沒有那個福氣當你的老師 然後我爸爸他覺得是看到我就是搖頭叹息 所以說我覺得說是 我真正的脫胎換苦 是吃到一些苦頭 覺得無路可走 不是留在外國當大師傅 就是要回來當教授 非拿到這個博士不可 那真是無路可走 那個讀書的挫折 真的是非常大 因為我們到留學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了解 很多人不了解 因為這個教育的延伸 因為你那邊講到賣筆記的話 它考試很有用 對不對 是 是考試很有用 但是大家要了解 那個到了這個 過了高中這個階段進了大學 那就不是筆記的了 對不對 那就是要創意 那個創意要怎麼樣培養起來呢 對不對 有人聽起來 我跟你講大陸學生不慘的 你千萬不要臺灣學生好 大陸學生不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的基本功訓練得很紮實 這裡說大陸的教育太拼紙面成績 其實臺灣又何嘗不然 臺灣現在那個108課綱要求的學習歷程 就是大家都要拼一些paper作業 其實可是那個作業有多少是造假的 我跟你講那個學習歷程他們都聽不懂 那個完完全有錢人家的孩子 才會有那種好的學習歷程 對不對 這個裡面的學問可大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 我們現在的課綱跟大陸的網友們解釋一下 就是這108課綱要求學生一進高一開始 就是每一課他都要留下他自己所做的學習記錄 這叫做學習歷程 然後他到高三升學的時候 他要向哪些學校申請入學的時候 他就要把他三年來的學習歷程投遞 讓那些教授門看 也就是說如果你高一沒做高二沒做 那你高三一下子擠在一起做 你就會可能還做不好忙死自己 那可是如果你高一就開始做 然後一陣子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學校科裡面請了一個女作家 到我們科裡面來演講 然後他要 你用什麼課 國文課吧 是 我們用國文課 然後那位女作家就很想聽聽 這個青少女的心聲 說你們那個題目叫做 你想向世界頂嘴的三件事情 頂嘴青少女喜歡頂嘴 你要頂嘴的三件事情 結果他要求同學要先寫一些Reback回來 然後他說他很吃驚的發現 因為他根本搞不清楚108課剛剛在幹什麼 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學習歷程 沒想到超過三分之二的同學寫說 為什麼108課剛剛要這樣 為什麼要叫我們做學習歷程 這個學習歷程到底只會造成我們痛苦 三分之二的同學反映 學習歷程造成他們的痛苦 我跟你講 學習歷程的主要原來的動機 是你要知道你為什麼要學習 你要用什麼樣學習的方法 可是這種觀念 純粹是從外國進口的觀念 我們以前沒有學習歷程這件事情 你們聽都沒聽過 我跟你講 我們可以說傻傻的就讀了 然後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教科書也就是萬年不變的 可是我們就傻傻的讀 被人家說是填壓教育 好 我們是填壓教育長大的 可是我講實話 如果我們今天有任何一點實力的話 那個填壓教育所累積的基礎 它還功不可默明 只是我們現在說不要太填壓 那我們讓學生有一點彈性 讓他們有一點空間 這些都是好的 可是就過了頭 台灣教育做什麼改革 最後都是不是過就是不急 我跟你講台灣的教育改革就是 既丟了原來的傳統 然後新的方式的話也摸不清楚方向 所以學生永遠在痛苦 我跟妳講個笑話 我前一陣子碰到 我一個學生帶了他男朋友來 男朋友是學工的 他說他的工學院很厲害 對不對 然後這個男生 我一看就是標準的理工男 一副全身熱呼呼 剛打完籃球那個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聊 那時候我剛好 我剛從杭州回來 我說杭州非常好 然後講說難怪這個上有天堂 然後我說下一軍 對不對 然後他說下有地獄 我剛才有學生連比方說江太公釣魚 下一句是什麼 居然有學生是不知道的 對對對 你就是現在有人 我記得我前陣子碰到一個朋友 他說他以前介紹自己他姓江 就是江太公的江 他說他介紹我是江太公的江 他說結果現在他跟別人講 他是江太公的江 那個對話的人如果是年輕人 二十歲左右的不知道江太公的江 你知道我是江太公的後代 我媽姓呂嘛 呂尚呂尚 你們真是 對對對 真是 江太公的後代 完全正宗 這樣子 李樂文明的傳人 所以我們談得來 這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是有共同的原因 因為你講到江太公的時候 就想到封城堡 封城堡 封城堡演藝 想到文王什麼這些 因為在大陸很多人 把這個東西當成電影情節了 但是我們在台灣這邊認知的人 真的是比較差 其實現在 其實中國 我說幾千年來 這個以人為本的李樂文明 就是在西周 就是在這個周公的時候 電力下來的 對 我最近 我最近要辦一個演講 當中就會強調這一段 就是周公之理作樂的影響力 對中國這真的是太深刻了 來 我們進行這個下一個題目 我們聊一聊下一個題目好不好 好 是 這個歐老師這個依附很嚴厲的樣子 你會不會打學生啊 我很多年前打過一次 真的 就一次嗎 只有一次 因為基本上我是原則就是不動手打人 那一次會打是因為那兩個男生罵三次經 那之前他們犯過錯 我就說你們不要再罵三次經 我說如果再給我聽到 我說我一定一巴掌過去 那我就想說 我感覺到我已經挨了一巴掌了 因為我講話才來的就是 但是我都說二次經 二次經 沒有辦法那三次經 我講了 我想他們就不會罵了吧 沒想到後來還是罵了 結果那可能小孩子 你真的一巴掌下去 我就那兩個男生吵架 我把他們叫到面前來說 你們為什麼罵三次經 然後他們講不出來 我其實因為我前面說了 說你再講我就給你一巴掌 我在想說這個說到要做到 所以我就 因為他們站一左一右 我就順手這樣 其實我輕輕的這樣拍 就是各拍一下 往他們臉上各拍一下 結果右手邊那是我的班長 那個男生就立刻頭低下去 可是這個男生就比較頑劣 他就我這樣拍下去之後 他就再衝著我 那時候你很年輕嘛 四五年前的事了嘛 男生男生的 三十出頭歲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咧 那個男生衝著我 再罵一次三次經 我火打 啪 真的打下去了 就是然後我就警告那個男生 我說你有本事到校門口讀我 哇 不得了 我說我早就告訴你 三次經只呈現你沒有教養 我說你把父母的臉都丟光了 我說三次經講的習慣怎麼養成的 我說是不是父母從小沒教你 還是你自己怎麼學來的 真的父母經臉都被你丟光了 你沒聽你聽聽 認真的老師啊 記憶猶新啊 對不對 那時候我才三十出頭歲 還沒結婚了 沒結婚的時候就亂打人了 結了婚以後呢 就不打人了嗎 我後來沒有再碰到我學生 對我罵三次經 那基本上我其實是不會打人的 因為我們傳統的老師的那種管教方式 的確是太過權威性 我自己在青少年成長的階段 我其實對這樣的管教方式是很抗拒的 那個我 我對打學生的老師我是很抗拒的 所以我自己做老師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無論如何不可以打人 但是我想三次經 三次經 我家裡人的傳統都是幹老師的嘛 是 我必須坦白講 說是良心話 打不打人 我被我爸打過 我爸是老師 我怎麼可能打人嘛 我這種個性都講笑話的 我哪個打人的對不對 但是我是相怨的個性 得知賊也 然後你聽我講 因為我會覺得 我柔燈後你說自己相怨 會打人的老師 以往我的印象 都是會感覺到 真的很負責的老師 我感覺 其實是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消息 其實得到一個大陸有個打人的案例 對不對 就被人家發現 好像是個小學生嘛 對對對 就是老師過度 其實就是過度體罰的問題 過度體罰的問題 我覺得 我們上次談了 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談到兩會的建議 提到教育 我就認為說我們哲學有句話 極端就是惡 你不要記不記得 是 我記得 我的教育本身來講 就是很難講 因為有的時候 教育的問題 跟家庭的問題很孝順 你說床頭百日無孝子 這個也是說明了他這個道具裡面的千辛萬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是這個 裡面要可以 大家可以了解到 老師 如果你很在意這份工作 你就會希望能夠教的有效果 是不是 那你才會覺得說 如果教的學生不受教 如說不可教也的時候 你就會氣起來 動氣 所以說那個 歐老師講起來 記憶猶新的感覺就是動了氣 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最近也鬧了好多案例 有小學生的 有個高中 有個中正高中的事 不曉得你聽過沒有 我聽過 就是 你看了那個視頻 我看了那個新聞 你也看了 你也看了 我覺得 我覺得真是做老師的情侶一看 我覺得那個老師 說句良心話 那個老師長得蠻帥的 你知道嗎 我感覺上 我覺得那個老師他很年輕 因為我現在看 對 是年輕老師 年輕老師 然後那個老師他有兩個動作 他有兩個動作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他已經做了自我防範了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他表現的 就你好壞我不在乎 就是他盡量 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隨便你什麼的 他盡量不回擊 然後我 我沒有看 我看到影片 我沒有 我看不出來 那個學生在氣什麼東西 氣得不得了 亂踢門 亂喊 那個學生後來新聞是有說他是屬於特教生 也就是說他是屬於那種容易情緒失控的小孩 那其實所謂的特教生 情緒失控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他做第一排你知道 那所有的同學 後來我看到那場面 那第二個老師的動作 老師脫下衣服準備跟他搭幹一場你知道 但是其實那個老師我覺得 那老師真的蠻可憐的 他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屬於有特殊狀況的 所以那個老師就說你做第一排 你這樣子影響到我 那對那個學生來講的話 他覺得他受侮辱了 他覺得他被挑釁了 那可能是真的 可是如果老師知道他是特教學生 可能這句話就不說了 對 所以說我覺得那個老師後來 也脫下衣服來準備跟他搭幹一場 那學生長得好壯 好大 跟他真的搭幹一場 我必須要稱讚那一班其他的同學 因為其他同學跑上來 把那個同學壓制住了 那所以沒有更遺憾的事情發生 那也就是說別的同學 我覺得有勇氣見義勇為 我覺得這點就必須要鼓勵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我們的法律應該是要想清楚 你要學習人家 要把特教生跟一般生混在一起 那你要有足夠的配套 人家我聽說國外是 如果特教生在教室裡面 他會搭配一個輔導的助理教師在旁邊 那有一個輔導的助理教師在旁邊 這個老師就會知道這個學生是特殊狀況 他就不會以對一般生的要求去要求他 這個歐老師講的這個情況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強調 這個教育非常難 難 真的很難 我覺得它牽涉到幾個方面 我常常在講這個問題 這個教育的確是 可以說是我們最難的哲學 因為你哲學本身要改變一個人 讓他覺得生命有意義的話 就是透過教育 這個很簡單 但是的話話說起來簡單 實際上做起來非常難 我覺得我們整體來講 聊了個教育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內容應該是什麼 是 我們 你覺得我們教育應該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方向是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老師很認真的會體罰學生 你剛剛聽到歐老師講說 那一次對他來講的話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那體罰學生的話 等於是冒犯他個人的尊嚴 是啊 對不對 那這個個人的尊嚴的話 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哪裡有這些洋玩意兒啊 但是現在就是我們為了維護學生的尊嚴 所以老師就必須沒有尊嚴 這就是台灣教育現場混亂失衡的狀況 那一天那個中正高中的老師 從此他不會有尊嚴的 一個個案可以毀掉一個老師的尊嚴 很明顯 假如我是那個人的話 我覺得被打一頓可能更慘 但他忍住 因為班上同學見義無畏 但是我覺得這個教育當中啊 中學教育到大學教育啊 我覺得有一個根本問題 我們可以聊一下 你覺得因為你教最好的高中 我教最好的大學 我們這個 combination很難得 非常難得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不是每個台大老師都向我興趣這麼高 也不是每個美育女老師的興趣這麼高 我也覺得說是我們卡在一個人 尤其是不管是這個性別怎麼樣 進大學的準備啊 我有的時候在想 吳老師你有沒有同感 我覺得我們搞了大學教育這麼久 在整個華人地區 好像都差不多 升學主義的壓力都非常明顯 而且巨大無比 你有沒有同感 我覺得升學的壓力 恐怕整個東亞社會都是如此吧 只是我們在都是如此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其實還是可以有適當的一種疏導 就是我上次說的 你技職跟學術其實是要適度地分開 然後父母必須 父母首先要被教育 就是你放下那個什麼萬班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我們以前也有老人家說行行出狀元 那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孩子不管走哪一行 他只要走的是正路 他學業有沒有非常極端優秀的表現 這些都在其次 自古以來老師您看看 你有沒有 你有什麼想法 以前也有說什麼 事情每多 不是 仗義每多塗狗背 可是父親都是讀書人 所以讀書是不是我們台灣話說 就是讀書讀到背上去了 也就是有讀沒有用 沒有用 這就是很多人攻擊我說 講什麼廉恥 讀的廉恥一樣無恥 這就是讀書人網讀聖賢書 就是剛剛歐老師講的那句話 有人未必能夠馬上聽得懂 就是說世襟小命江湖之人 他們多仗義人士 你書讀得好的人的話 基本上都是我所我為的這個 所以教育 缺乏感情的人 教育的確沒有辦法發揮百分之百的作用 可是為什麼世襟每多塗狗背 為什麼一般的老百姓 他可能教育程度不高 他反而能夠仗義 其實這個牽扯到社會教育是不是也很重要 我跟妳講 這個當然了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聊 最近有個電影在大陸很紅 叫周初除三害 是是是 這個周初演的是一個劉煥榮的故事 就是說標準的 就是在 劉煥榮已經見忠了聽說 沒有了沒什麼偉大 他是北屯的 台中北屯陸光拔屯的 但是他人做的事情很好 他在被槍斃的時候 這個 因為劉煥榮 大家都可以查他一下 稍微看一下 但是他基本上 他就是世襟什麼 你講的 世襟每多塗 不是 仗義每多塗狗背 對 他很仗義 我跟你講他在關的時候 他自己的逃亡的錢 拿來捐助一些孤兒院 這個電影演的也其實大致上就是說 強調這是以惡揚善 就是你想不到一個超級殺手 殺人的時候跟瘋子一樣 但是他自己講的 我不講這些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教育當中 你所追求的那種社會教育 學校辦不到 對 那問題是我覺得現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傳統社會 因為西方思潮 一百多年兩百年的影響 讓我們社會原本傳統社會 有的那些教育功能 其實現在也 尤其在台灣極度的弱化 對 我 像以前的人他看 比方說看歌仔戲看布袋戲 從傳統戲曲裡面學中校結義 是的 可是現在沒有傳統戲曲了 沒有了 現在只有這個拔家將 對 就是非常現象式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 社會教育功能是弱化了 對 那所以如果學校再不教 如果父母再不教 那可是現在有很多年輕的父母 自己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很多父母必須要備在教育 我覺得因為這個教育本身 涉及的 我同意了 就是說教育本身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 終身教育 都是不同的教育自己的方式 你在家庭 在學校 在社會 還有你自己終身 你都要學習嘛 對不對 你學習的時候 當然在歐老師這邊的話 強調就是說是 因為歐老師講的東西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 尤其你講到顧炎武的時候 就是古文本身就是美的 它是在達意 表達它的意義 另外的話 它就要你體會出 它裡面的那種道德涵養 那這個一定要用體會的 你知道嗎 是 對不對 所以那個體會 它沒有實際上面的 一個生命經驗 其實它很難深刻體會 什麼時候讓顧炎武講 此思維 禮廉此當中 最根本 最關鍵的就是此 那什麼叫此 切切實實的覺悟 它如果沒有碰到什麼 很深刻的事情 它如何覺悟 如何切實覺悟 它連覺悟是什麼都不知道 對 可是此又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我們民族精神文明的一個根本吧 對 我因此 我常常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對於教育的理解 期待過高了 期待過高了 然後呢 另外一個更麻煩的地方 我覺得 就是說你說中華文化當中的話 它所展現的 大家最重視 我這樣講 我們重視家庭 教育跟陰陽五行 就這三樣東西 因為我聽到以前 有一個中央院院士 他在講說是 在美國長大的華人 像什麼陶澤 王力宏 他們這些人 他們長得跟我們一模一樣 他們到憑什麼說他們是中國人呢 他說你就看他們有沒有 家庭教育跟陰陽五行的概念 陰陽五行當中 你結婚的時候 你不至於挑個大破日來結婚 不會搞一個黑道日 能夠挑個黃道吉日 對不對 那麼這個教育當中 因為我們自己原來就有 教育的理念跟實踐 現在換了一整套 你們想想看 誰能夠解決這個 換了這一整套的過程 所以我們 我就說我們一直強調 所謂的視性養財 所謂的多元學習 可是我們的多元是抽掉了主軸 抽掉了我們文化的主軸 所以其實是視不了性養不了財的 我們現在的話更嚴重就是我們在教育當中 因為我有的時候跟大家講個心理的感覺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學校最好的系就是亞裔系跟醫學系 對不對 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裡面當然有不少你的學生 然後這個當中最好的系的最好的學生就是醫學院很好 要求他們學哲學概論 是 因為哲學概論的話 我們系上也不錯 派出我來負責這兩個系的哲學概論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要讓他們了解 為什麼要修哲學概論 這個講起來我既為精師也為人師 對不對 所以我在當中的話來展現 但是因為他們的系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將來收入好 那這個的話 你要是學習教育是為了收入好的話 對 我就是很擔心 所以有很多醫生 他其實我就說 當我們醫學院看那個入學成績 不看國文的時候 以後這些醫生那種什麼 玄乎激世都變成神話了 然後他醫人跟醫動物 有沒有醫德 想法是一樣的 就生理的角度來講 醫動物 獸醫跟仁醫差不多 是 那問題是 我覺得我們的醫學院可能 因為出不了使懷則了 我們不要說什麼 中國歷史上什麼扁鶴花陀了 現在來講就出不了使懷則了 因為他們沒有那種人道關懷 一切都是利益掛帥 所以那一些藥廠的利益啊 那個健保費如何申請啊 這些醫生全部是他們怎麼樣 第一考量 那他們當然我們也要有一點信心 就是說不是所有醫學院的學生都這樣 還是有學生願意說 比方說他願意到非洲去服務一下 以前我在比利時留學的時候 有一個法國啟發的一個醫生 叫Medicine Sounfong 無國界醫師了 是 是 是 現在開始慢慢也有人會參加 對 也有人會參加 我覺得這些都是好事 我覺得 對 就是關懷人 關懷生命嘛 我自己要講的 就是說每次講到醫療倫理的時候 我覺得台大醫院的醫生真的是 他們會感覺到醫生的目的就是救人 是 對 對 對 所以說這個醫生講話 其實比較具有威嚴性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排除 就是說這個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人是比較重視收入的 這個受教育的過程 就沒有建立了一個我覺得善念吧 這個善念的建立不夠 出社會之後自然社會就是個染缸 就很快就被污染了 對 對 對 歐老師 我很好奇 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 你在這個教課的過程當中 你在這個跟學生指導這個 比如說用文英文教他們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到文英文當中 除了文字優美以外 還有一些寓意很深刻的地方 你是怎麼樣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 其實就是希望儘量舉生活化的例子 然後聽聽看他們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那你有沒有哪些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例呢 比方說前一陣子 就是前幾天跟學生有一個 我在上一則論語 然後他們那樣的反應 讓我覺得非常吃驚 那則論語就是論語八億篇裡面的一則 他說紫曰 宜迪之無君也 不如諸夏之無也 錯 宜迪之有君也 不如諸夏之無也 也就是說宜迪縱使有國君 可是都不如華夏民主沒有國君那個狀態 學生一聽立刻就說這怎麼 完全違背了多元文化 不是他們一聽就說孔子在歧視人家 對 那我說你們這不是歧視的概念 我說你們不可以用現在的狀況去想他 那我就說因為當時的遺地就是非華夏民族 我說這些非華夏民族 他們的文化裡面可能對生命對人的一個尊重不夠 所以孔子才會發這樣的一種 才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那但是因為當時我們在趕課 在趕其他的 那所以我沒有再進一步解釋 可是我從他們的眼神 因為快下課了 我從他們的眼神我就知道說 我沒有說服他們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下次上課一定要補說一些什麼 就我第二天自己去上那個經典的進修課 正好老師就提到類似 我們總是習慣用現在的觀念 去解釋古人的什麼樣的事蹟 通常就會發生錯誤 那我老師這樣講 我下課立刻去問他 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我的學生有這樣的對話 我說老師那您會怎麼解釋 那老師 星雲老師就講得很好 他說因為遺迪他說他們是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基於生存競爭 他們的文化特質就是侵略的 是掠奪的 是殺戮的 那所以遺迪之友軍就是說 他們已經進入了有國家組織這種狀態 可是這種殺戮 或是這種對人命的輕忽 這種掠奪的那個特性沒有改變 那華夏民族呢 縱使還沒有國家組織的時候 他已經進入農業文明 然後所以說其實對生命的尊重 人與人之間需要合作 所以就比較不會產生 這種殺戮的這種狀況 那所以孔子是針對這一點 來提到你說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說遺迪之友軍不如諸夏之無也 那我聽到老師這樣講 我覺得這樣比較全面 那我下次上課 我就立刻上課第一件事情 就先把這件事情再做一次交代 我補充一點好不好 我感覺上你講那個問題 其實是中華文明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剛剛提到周公 智力作樂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早很早 始作俑者的感覺 因為大家可以到中央右院的 那個歷史語言文物成立館裡面去看 那個殷商時代的文化都是採活人機 從周朝開始 西周算是達到一個 周公智力作樂的一個效果 就是華夏地區的文明的提升 因為大家要了解 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文化不適合征戰 我們基本上沒打過什麼勝仗 周遭的那些 但是我們為什麼在文化上 都能夠屢屢獲勝 這個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下 這個不是說是 這個中國人很盲目的這種驕傲自信什麼的 不是的 這裡面他有三千多年來的有這個傳統 以前這個復旦大學有個老師 跟我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我最近還在研究這個問題 他認為說我們中國本身最大的問題 是啟蒙過早 啟蒙過早 我好像聽過這個說法 啟蒙過早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說 我們老早就把那個 就說那個 這個一利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君 你這個裡面已經說明了 你啟蒙過早的話 你透過的是文明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支持